你知道吗?在智慧型手机统治世界之前,曾经有一台神级小装置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也就活了一间差点破产的科技公司。 它就是iPod,一台把音乐产业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救世组。 一开始大家都笑它太贵太麻烦,但没想到它居然卖出超过4亿台,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电子产品之一。 而背后的故事比你想得精彩百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iPod是怎么诞生的。 20世纪末,苹果其实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你没听错,就是那个现在市值破3兆美金的Apple,当年几乎要不行了。 1990年代,苹果不断出心机,但销量惨淡,Mac被Windows打得抬不起头,股价狂跌,连苹果自己的粉丝都快不相信它了。 1997年乔布斯回国带来的iMac算是喘了一口气,但大家都知道光靠电脑是不够的。 乔布斯很清楚苹果要活下来,一定要找新的出路,刚好机会来了。 1999年出现一个叫Napster的网站,用户可以免费上传下载MP3,直接把整张专辑传来传去。 虽然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侵权,但因为太方便,全世界年轻人都为之疯狂,这也让传统唱片公司快气疯了。 CD销量下滑,正版音乐没眼满,但大家的耳朵却越来越数位化。 乔布斯发现这就是未来的机会,他说我们要做出一个简单又漂亮的音乐播放器, 让大家把一千首歌带进口袋,你知道乔布斯最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吗? 不是他发明了什么新东西,而是他总是能站在浪潮前面,在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吓住。 当时的MP3市场其实已经有不少产品了,像Creative EyeRever Sony也在做, 甚至还有人用POM或Windows CE装音乐APP,但他们的产品都太工程师脑袋了。 操作复杂界面丑跟电脑同步很麻烦,乔布斯的目标不是做最强性能的MP3播放器, 而是做最简单、最漂亮、最爽用的播放器,这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于是2001年,苹果秘密启动一个代号叫P68的计划, 这个计划非常神秘,连苹果内部都没几个人知道。 乔布斯找来了iPod支付,Tony Faddle统筹整个项目, 硬体鬼才John Rubenstein负责搞定零件,而设计大神Johnny A.V负责赋予他的灵魂。 整个团队只有几十人,但他们被赋予一个使命,重新定义随身听。 John Rubenstein在东芝的实验室里,看到了一块原本被认为毫无用处的硬盘, 只有1.8寸,却有5GB容量。 东芝不知道拿它来做什么,但苹果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它的宿命。 这颗硬碟可以装下1000首MP3,但没人愿意买它。 苹果立刻决定,就是它! 这颗硬碟让iPod体积小,容量大,成为这场革命的关键。 接着是软件。 当时很多MP3播放器都超难用,光是把音乐传进去就要搞半天。 Tony Faddle决定,我们要做得超级简单。 于是,它打造了一个直觉式的操作界面,加上那颗后来变成iPod招牌的转盘。 不需要滑鼠,不需要触控拇指转一转,就能找到歌。 连小学生都会用。 再加上Johnny IV的设计,银色机身,白色按钮,镜面打磨。 那时候一拿出来,就超有未来感,根本是潮流单品。 而且你知道吗? Johnny IV那时候为了让这台播放器看起来干净到像艺术品,连螺丝孔都不想让你看到。 iPod的外壳是整个一体成型组装完成的,猜解是要用吸盘和翘棒慢慢打开,完全不像一般电子产品方便维修的逻辑。 这也种下后来被批评不环保,不友善维修的种子。 但在当时这种简洁第一修不修以后再说的美学,刚好击中时代审美成为潮流。 2001年10月23日第一代iPod正式登场,苹果广告打出一句话, 1000 songs in your pocket,价格是399美金,只支援Mac。 结果呢?一开始销量,产兮兮,大家嫌它贵只给Mac用,功能还不多,媒体也不看好,说这只是苹果用户的小玩具。 但乔布斯不急,他知道生态圈还没建好,他要的是iPod加iTunes加Apple全家桶,一起打天下,但你知道吗? 这看似理所当然的一步,在当时可是引发了苹果内部的世界大战。 乔布斯其实非常讨厌把iPod开放给Windows用户,他有一句名言,我死也不要把苹果的珠宝拿去给珠袋。 他坚持只能用火线FireWire接口,因为传输快,但PC电脑根本没有这种接口。 当时的营销副总裁Phil Schiller和负责硬体的Tony Faddle联手逼宫。 他们做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告诉乔布斯, 如果只做Mac市场iPod的销量天花板就在那里,我们永远赢不了Sony。 乔布斯跟他们吵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很不情愿的说,好吧,如果搞砸了,就是你们的责任。 结果呢,换上了通用的USB2.0接口。 2003年,苹果正式发布iTunes for Windows,全世界90%用Windows的人终于也可以用iPod了。 这一次是手下赢了乔布斯,也救了iPod的命,这件事超关键。 因为这让iPod一下子打开了全球市场,销量开始飞奔, 2003年卖出90万台,2004年暴增到400万台。 在这疯狂增长的时期,还发生了一件现在看起来很魔幻的事。 当时PC界的霸主惠普HP,因为做不出好的MP3,竟然跑来求苹果授权。 于是市面上曾经出现过一种印着HP logo的iPod。 你没听错,甚至连电视广告都是HP帮苹果打的。 乔布斯这招简直是杀人猪心。 让竞争对手帮自己卖产品,还没收了对手做研发的动力。 到了后来,HP发现自己完全变成了苹果的分销商,才灰头土脸的停止了合作。 这件事彻底确立了iPod在江湖上的霸主地位,连巨头都要向他称臣。 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 乔布斯说还不够,他要连音乐都控制。 于是2003年4月iTunes Music Store上线,你可以一首一首买歌,一首只要0.99美元。 你没看错,不是整张专辑是单手贩售。 这在当时超革命,大家早就受购花16块美金只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唱片公司一开始当然反对,但后来还是乖乖上架。 为什么?因为苹果救了他们一命,这套买歌同步iPod带着听的闭环体验,一战封神。 当然除了产品本身,还有一个关键让iPod封神,那就是著名的剪影广告。 当时大多数数位产品的广告都在讲参数,讲容量。 但苹果的广告里,你看不到人脸,只看到黑色的剪影在狂舞。 背景是鲜艳的色彩,而唯一的亮色,就是那条白色的耳机线。 这其实是个非常心机的设计,因为当时所有的随身听耳机全都是黑色的。 乔布斯和广告公司其爱的定义是道,只要你把耳机做成白色,甚至不需要看到机器, 大家就知道,哦,这家伙在用iPod。 这条白线瞬间变成了一种身份识别,一种我很潮的街头暗号。 这种虚荣心才是iPod能溢价销售的秘密武器。 为了让更多人入坑,苹果开始推出不同版本的iPod。 2004年iPod mini登场,小巧可爱,颜色丰富,专门打女性市场。 2005年iPod nano问世,薄到像张星用卡,掀起一波潮流,随身听热潮。 接着还有iPod shuffle没有荧幕像抽奖一样随机听,和iPod video可以看影片。 苹果彻底把iPod变成一个系列产品,不只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文化象征。 而且苹果很会玩,限量策略,像iPod U2特别版全黑外观加红色点缀, 还预装整张U2专辑瞬间吸引音乐迷。 后期还推出跟Nike合作的运动传感器版本,搭配Nike鞋子,可以记录你跑步的距离, 把iPod变成运动科技产品。 这些跨界联名不只让iPod卖更好,也把它重塑为产品,推向生活方式。 甚至有媒体说,iPod是21世纪的Walkman。 从2001年到2006年,iPod年年爆红。 2007年时,iPod累计销售突破1亿台,苹果股价翻好几倍, 品牌形象从边缘怪咖,变成科技时尚第一品牌。 iPod不只救活了苹果,也让用iPod产品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但是,故事还没完,接下来故事要急转直下了。 这段历程也许你还没听过,2007年是iPod历史的最高峰, 那一年iPod年销量突破5000万台,几乎每5个美国人就有一个, 全世界掀起一股白色耳机浪潮。 只要你带着iPod配原厂耳机走在街上,那就是潮的象征。 但同一年还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乔布斯在发布会上亲手终结了iPod的霸主地位, 因为iPhone登场了。 很多人不知道iPhone的前身, 其实就是带电话功能的iPod, 甚至苹果内部一开始讨论时,就叫它iPod Phone。 因为乔布斯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把音乐播放器变成手机, 总有一天别人会这么做,到时候就太晚了。 于是苹果开始打造一台可以打电话的iPod, 还能上网,还能装APP。 这台东西一出来,整个世界都变了。 2007年以后,iPod的命运就像做六滑梯一样。 更讽刺的是,很多人都是先用iPod入坑,才换成iPhone。 也就是说,iPod就像是训练轮一样。 只要你用苹果生态,等你准备好,就换主力机。 而苹果也完全不留情面。 你有没有发现,iPhone一带出来后, 官方广告就几乎不再出现iPod了。 他们知道,该被牺牲的,就要果断牺牲。 因为iPhone也能听音乐,而且还能做更多事。 原本花300美金买一台iPod, 现在只要多加点钱就能买iPhone,谁还会买。 苹果自己也知道这件事, 但乔布斯没打算回头。 他选择自己杀掉自己的产品,来换取下一代的生存。 听起来很残忍,但很现实。 为了维持iPod的生命力,苹果推出了iPod Touch。 它的长相功能几乎就是一台没新卡的iPhone, 主打给学生家长小孩用, 或是那些想要iPod体验但不想买手机的人。 这招确实撑了一段时间,但终究敌不过趋势。 从2010年开始,iPod的销量年年下滑, iPhone越卖越好, iPod却越卖越少。 最后一根稻草是Apple Music的上线。 到了2015年, Apple不再主推买歌, 而是变成订阅制。 你不需要再拥有一台专属播放器, 也不需要收藏MP3, 打开APP什么歌都有, 月费一脚随便听。 这时候的iPod已经被彻底边缘化。 2022年, 苹果正式宣布停产所有iPod。 这场持续了21年的数位音乐革命, 画下了句点。 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其实iPod的故事里还有很多企业内幕, 是你在官方宣传上看不到的。 首先, iPod的团队几乎是秘密小组, 很多工程师连家人都不能讲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被乔布斯要求超高标准, 超短时间上线, 常常加班到半夜, 搞到快崩溃。 Tony Fidel也就是iPod的项目负责人, 后来回忆说, 那是我人生最累, 但也最骄傲的日子。 而Tony Fidel后来也没继续留在iPod太久, 2008年他离职, 后来创办了Nest做智慧恒温器, 结果又被Google收购, 你说他有没有很厉害, 但他心中最骄傲的成就, 还是那一台iPod, 再来是乔布斯本人, 他在iPod项目里亲力亲为, 每个细节都要管, 从滚轮手赶到开机动画, 通通要过他那一关, 连包装盒的设计他都要省三次, 这种控制欲造就了极致的用户体验, 但也造成团队压力爆表, 很多员工因为承受不住压力, 做完一个世代的iPod就选择离职, 所以你说iPod的成功是天才创造的, 没错,但也是很多人用杆换来的, iPod这个产品本身也有它的优缺点, 我们先说优点, 第一,做工极其扎实, 即使过了20年, 那个案件的回馈感依然清晰, 很多老机器现在还能正常开机, 第二是操作简单, 不需要学怎么用, 转一圈就能找到你要的歌完全直觉, 第三,质感超好, 从材质重量颜色完全走精品路线, 连盒子都舍不得丢, 而且iPod的包装也影响了整个消费电子产业, 以前你买一台MP3包装都像电器像五金零件, 但苹果从iPod开始, 把盒子设计得像精品开箱一样, 抽屉式开盒, 说明书封套黑色丝滑内衬, 这些后来都变成现在手机耳机标配的仪式感, 说白了, 不是iPod跟你卖一台机器, 是卖你一种感觉, 那缺点呢? 当然也有第一, 太封闭, 你只能用iTunes传歌, 只能听AAC或MP3, 很多人觉得麻烦, 第二, 容易刮伤, 尤其是Classic那种镜面金属被盖, 放口袋都会花掉, 第三, 更新快淘汰也快, 前一代才买不到一年, 新一代就出了, 还更轻, 更薄, 更便宜, 用户常常觉得被割韭菜, 此外, 随着iPod的销量达到一级规模, 光鲜亮丽的背后, 阴影也开始显现, 为了满足这种天文数字的产能, 苹果必须依赖亚洲的供应链, 尤其是富士康, 媒体开始曝光iPod City里的工人生活, 高强度的加班军事化的管理, 微薄的薪水来组装这台售价高昂的美国精品, 同时环保组织Greenpeace也曾公开抗议, 指责早期的iPod使用了有毒的化学物质, 而且电池难以回收, 这些争议逼迫苹果后来彻底改革了供应链标准, 也开始在发布会上强调100%可回收铝金属, 可以说现在的苹果之所以这么强调环保和劳工权益, 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年iPod的疯狂扩张时期留下的原罪买单, 不过说实在的, 在当年大家还在用随身听Diskman的年代, iPod已经是超前十年的存在了, 甚至它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媒体形式, 你现在听的播客Podcast, 这个词的来源就是iPod加Broadcast, 在iPod出现之前, 你想听电台节目只能守着收音机, 是iPod让人们可以把说话节目下载下来, 在地铁商跑步时听, 这种声音的民主化, 直接催上了现在价值几十亿美金的Podcast产业, 哪怕现在大家不再用iPod听节目了, 但它的名字已经永远留在了这个产业里, 所以你问我iPod到底改变了什么? 它不仅改变了苹果公司的命运, 也改变了整个人类听音乐的方式, 过去是听CD, 听广播, 现在是听串流, 听歌单, 全都是从iPod的那一步开始, 更重要的是, 它把科技产品变成一种潮流文化, 你不是只在用一个播放器, 而是在表达你是谁, 现在回头看, iPod就像一场完美的演出, 它有震撼的登场, 精彩的高潮也有无可避免的羡慕, 但就算已经停产, 它还是活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它提醒我们有些小小的东西, 曾经真的改变过世界, 科技产品不一定要复杂, 它可以很简单, 音乐播放器不一定要理工, 它也可以很性感, 这套思维后来延续到iPhone, iPad, Apple Watch, 成为苹果最深的DNA, 所以iPod虽然停产, 但它从来没消失, iPod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 那个把复杂变简单的灵魂, 那个Clickwell带来的交互革命, 如今已经化身为Apple Music的图标, 继续活在你的iPhone, 你的Apple Watch, 甚至你的AirPods里, 这就是iPod的故事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会继续带你看懂那些, 你以为只是品牌的故事, 其实, 都是整个世界如何运作的一部分, 我们下次见!